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經過了位於天河體育中心隔離的時尚天河 廣州的時尚天河 就是一個專門針對年輕消費者的大型商場 行進來商場就可以見到西一街和西二街 今天我帶你們來逛逛時尚天河 來感受一下這個在廣州 年輕人非常喜歡的一個消費好去處 一天到來首先見到一個食街 納了一下食街中的攤位 大部份都是以麻辣煎炸串串烤肉等為主 整個空間都充斥煎炸和麻辣的味道 我個人對現在年輕人的口味真的很難以理解 為何他們喜歡的食物全部都是這麼重口味 這麼健康的食物呢 這道食街中的美食對於我來說 一點吸引力都沒有 都是來逛逛街先啦 可以見到過來逛時尚天河的大部份的人 90%以上都是年輕人 廣州的時尚天河商場 他們從一開始就堅持差異化的定位 以時尚的年輕消費者作為主要目標客戶 在時尚天河之前 廣州就還沒有一個專門針對年輕消費者 如此大的商場 這裡的主要消費群體就是從18歲到30歲之間的年輕消費者 在這裡可以見到不少前衛的設計空間 商場裡的大部份攤位 賣的都是至朝品牌 不過我自己從來都沒有在這裡買過衣服 我自己買衣服的尺寸 如果是穿H&M或者ZARA之類的品牌 中馬大馬都對 但在這裡裡面的衣服 大馬加大都不對 這裡買給年輕女的衣服 尺碼偏小很多 就算我以前年輕時 也沒試過這麼苗條 不過過來看看現在的年輕人的喜好 都是多好 在時尚天河裡 隨處可見幻彩感應長廊 酒吧式的裝修 智潮的設計空間 商場用這些元素 打造了一個受年輕人歡迎的智潮商場 除了剛才見到的賣潮牌的那些檔口 這邊還有一個仿古市集 這個市集的名叫做沉馬市集 在市集裡有很多多元化的檔口 這檔是畫唐畫的 師傅畫得不錯 不過忘記了戴好口罩 在市集裡也有不少食肆 這檔就是食酸菜魚的 在沉馬市集裡 主要就是以仿古的裝修為主 在時尚天河裡 這麼多年來 他們都一直保持著他們的超旺人氣 因為這裡橫跨了體育中心 和體育西路這兩個地鐵站 如果你想在體育中心 和體育西路這兩個地鐵站之間換成的話 就要從時尚天河裡穿過去 所以也不難理解 為什麼時尚天河裡的人氣這麼旺 裡面有幾檔租古裝來拍照化妝的檔口 雜市裡的古風裝修 又真是挺適合被人穿古裝來拍照的 時尚天河雖然受到很多本地年輕人的喜愛 但是對於外地人來到廣州的話 知道他的人就不太多了 因為他就沒有附近幾個大商場那麼出名 天河城、淨街、太古會、萬寧會 全部都在他的周圍 但是在時尚天河裡的消費水平就非常親民 而且這裡的環境也頗有特色 消費物品的種類非常繁多 所以這個商場一直都很受年輕人的喜愛 在十幾二十年前 地下商場當時在全國就非常流行 可以稱得上是風光一時 不過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 不斷湧現其他很多新的大型商場 再加上疫情的影響 所以很多地下商場都變得愈來愈蕭條 但是時尚天河從開始到現在 一直都保持了他的超旺人氣 隨處可見這些仿古的以前在街市的擺設 賣點心的、賣豬肉、臘肉、青菜的 什麼都有 還有一幅蠔河牆 可以等一些年輕人在購物的同時 可以順便了解一下以前的嶺南文化 這個攤位就是專門和遊客畫頭像的 上前夾了一下 畫得又多逼真 樣樣手藝都可以是自己的賺食工具 裝飾頸鏈、手鏈都是10元一條 還可以見到有不少美甲鋪 還有賣旗袍的店 不過這裏的旗袍款式就不太適合我 款式和尺寸都不適合 在時尚天河中可以見到的東西 真的可以稱得上是五花百滿 在這個籠中可以見到幾隻鷹帽 這匹用木頭紮成的馬 許許如生 這裏就是他們另外一個場景 夜上海的表演舞台 在地面還可以見到火車仔的遊覽軌道 看到沒有? 年輕人多喜歡吃炸菜 裏面這麼多檔串串 檔檔都有生意 有冰串串油炸串 東北串四串串 我們現在所行的這部份的裝修 主要就是以夜上海的燈光為主題 你們覺得看下去有沒有以前夜上海的感覺? 這個商場裏面的食品售價不會太貴 因為要迎合大部份年輕人的消費能力 我看真點之後才發現 在這個商場裏面真正的廣東味道小食 真是好少 看來多些宣揚我們的廣東飲食文化 真是責任重大 這裡的主題就是我們一起走過的童年 大肚電視機、錄音機、衣車、煤油燈 這些東西你們小時候用過沒有? 年輕人多的地方 當然少不了這些飲品店 奶茶、檸檬茶各種飲品 很多年輕人都喜歡人手一杯 你們看看這裡 又是賣炸串烤串的店 轉過來就可以見到一間烤鴨店 有不少人就會問 烤鴨店可以放在這裡 那麼好有廣州特色的燒鵝店 又可不可以放在這些地方呢? 說真的 我又真的未見過廣式燒鵝可以擺攤出來賣 不知道是鵝肉的成本問題 還是現在年輕人的口味問題 這裡整個街上見到的 不是酸就是辣 不是煎就是炸 清淡口味的食品在這裡 不受年輕人的歡迎 可以見到有不少檔口的食品 都是即炸即食 不知道你們又對現在年輕人的口味變化 有些什麼看法呢? 夜上海這一部份 就是時尚天河最出名的一個區域 還放了以前很多的舊物件 例如這部舊款的吉普車 這裡就有一部舊款的摩托車 看看這些老人家在這裡擺拍 拍照拍得多開心 如果想坐公共交通過來時尚天河的朋友 乘地鐵到體育西路站或體育中心站 都可以到達時尚天河 交通非常方便 時尚天河這裡佔據兩個地鐵站 亦是它人氣經舊不須的主要原因 在商場裡還有很多年輕人玩的電子遊戲 例如這部跳舞機 哥哥仔跳得不錯 這裡還有碰碰車玩 如果外地的朋友想過來廣州逛天河的話 除了周邊幾個大型知名商場外 過來逛一下時尚天河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相比於那些名牌會集的大型商場 時尚天河這裡更加實惠接地氣 裡面有很多親子遊戲可以玩的 是周末帶小朋友過來玩的好去處 好像自己今天走了一圈 都還未在裡面消費 吃的和穿的暫時未遇到自己喜歡的 這些觀光火車仔最適合就是小朋友坐的 一路走一路叮叮叮 小朋友他們都不知道坐著多開心 走到商場的另一邊還有另一個食街 不過這個食街和剛才那個食街一樣 買的東西大部分都是大同小異 你們看看 都有不少老人家過來拍照過來逛 年輕人喜歡的東西 我們都要去體驗 今天這個視頻廣州時尚天河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在廣州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點讚、關注、轉發、看廣告 多謝你們的支持